新年京剧晚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 胡锦涛等同首都近千名群众一起观看演出 喜迎2009年到来 以色列对加插地带空袭造成385人死亡 1800多人受伤 有报道说 以色列防务部门将向总理提出停火建议 但遭到防务部门否论 三路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 又有两名涉嫌制造毒奶的被告人受审 石家庄中地人民法院 今天将开庭审理 原三路集团负责人田文华 从今天开始 中国将展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 全面调查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规模以及目局 敞开的国门 激励过多少梦想飘扬过海 吸引着多少目光远道而来 从故土到异乡 他们带去了中国制造和东方智慧 也传播着华夏文明和哲学 恒风银行 继续关注新闻 中国海军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执行护航任务的舰艇编队 在30号第一次进行了海上航行补给 当地时间30号下午2点钟 北京时间下午3点钟 威山湖号综合补给舰采用横向补给方式 先后为两艘驱逐舰进行了油料补给 威山湖号综合补给舰 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补给舰 排水量2万多吨 曾经多次圆满地完成出访舰艇 伴随保障等任务 目前安全航行10万海里 昨天下午4点左右 西安地铁2号线施空现场发生了火灾 23名施工人员被消防队员全部救出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电视塔 以北500米的长岩堡的施工段 在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公安 消防以及其救援员的 都已经来到了现场 我们多方了解证实 不断有烟冒出的是因为 正在施工的隧道中发生了明火 现在不时的有工人 被送上地面进行急救 记者了解到呢 隧道着火时共有近百名的工人 正在施工 起火后浓烟弥漫了隧道 23人被困 23个人全部出来了 居先是地铁办初步查明 起火原因是施工过程中 电焊火花引燃隧道中的 防水材料造成的 截止到下午5点50分 被困人员全部被送往医院救治 2009年的春运本来呢 是从元月的11号开始的 但是因为呢 09年元旦和春节相隔的是比较近的 这两天的客流就急增了 北京铁路部门就把春运提前到了明天启动 另外上海重庆等地迎来了比较集中的学生流 许多交通枢纽提前进入到了春运状态 在北京春运将提前到元月1号开始 其中预计北京西站春运期间将发送旅客510万人次 同比增长10% 对此北京西站日开行列车最高将达到170对 成都重庆河南等客流密集区的发车时间 每6分钟就会有一列 而西客站的售票口总数将达到240个 重庆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都提前迎来了学生潮 为了缓解以往一票难求的现象 铁路部门除了增开学生票窗口外 还开通了电话订票系统 并将学生票的预定时间增长至15天 以前买学生票比较难 现在窗口多嘛 然后好买一个 为应对长三角铁路春运客流高位增长的情况 上海铁路局12月21号起 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安排开行林克150队 林克时速从每小时100公里提高到120公里 苏浙沪等地将实现区域内便捷的旅客中转 旅客能在站台上直接换票 并在两小时内坐上下一趟列车 2009年春运从1月11号到2月19号为期40天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部门预测 春运期间中国道路旅客运输量约为20.7亿人次 同比增长3% 全国水陆旅客运输量约为2900万人次 同比增长1% 明天就是元旦了 传统的春节也快到了 这几天中国各地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中国节辣椒串 爆竹串 还有高高悬挂的大红灯笼 具有浓郁中国红特色的新年装饰品 把重庆朝天门小商品批发市场 装点的红红火火 地道的特产 火红的灯笼 可爱的牛娃 还有各式各样的羊水果 节前 山东济南一家商场 举办了一个山东特产嘉年华 来羊梨 沾化冬枣 张秋大葱 维线萝卜 山东的土特产在这里应有尽有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了 凡这么一吃 都特产 都三种特产 三种人吃三种特产 刚刚在河南开封开幕两天的首届 中国珠仙镇木板年花艺术节上 中国各地的众多木板年花精品汇集在这里 用绚丽的色彩和古朴的造型 为古镇增添了节日的喜庆 参观者也同样感受到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 福建张普马口花卉市场 这几天的生意日渐火爆 每天到这里买花订花的客商 络绎不绝 乐坏了花伤和花浓 虽然是降温降雨的天气 但深圳莲花山公园的 乐杜鹃试花展上 一抹抹叉子烟红的杜鹃花 映红了市民的一张张笑脸 南方有鲜花绿树 北方有冰雪雾松 吉林国际雾松冰雪节上 千语展千姿百态 乘其献巧的冰灯作品 在霓虹飞舞雪花飘逸的夜晚 为市民增添了一道道 靓丽的节日色彩 中国中央电视台2009年大型元旦晚会 将于今天晚上22点 在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 英语频道 法语频道 西班牙语频道 首次多语种全球直播 记者在最后一场彩排当中 拍摄到了晚会部分精彩节目 让我们来先读一块 中央电视台2009年元旦晚会的节目内容 是按照年代划分的 第一段落春风天中 笛古一 棺木村等众多明星 演唱那一时期观众耳熟能详的老歌 第二段落春潮片 反映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文艺生活 台湾歌星奇遇演唱的是 曾经红极一时的橄榄树 第三段落春望片 以2000年以后的经典歌曲为主 每个段落都配有与时代相关的 诗歌朗诵和油画 08年我们经历了地震 经历了奥运会 神奇的辉煌 所以我们在节目中这些都有表现 另外现在又面临全世界的这种金融海啸 那么我们一定是增强中国人的信心 东方巨龙在09年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 所以我们就是在告别08年 迎接09年第一缕曙光的时候 我们表现一个国际化的欢庆的气氛 总导演透露 零点时刻有一位年度最感动中国的少年出现在舞台 此外还有一个神秘的时光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晚会还邀请了香港台湾的著名主持人 和央视西法频道的外籍主持人联媒主持 随着09年脚步的临近 一场火热的冬夜新年庆祝活动 将在北京规模最大的主题公园欢乐谷举行 万名游客将共同倒数迎接新年到来 冬季往往是旅游的淡季 北京规模最大的主题公园欢乐谷却是热力十足 一场冬夜的狂欢将拉开首都新年庆祝活动的序幕 新年之夜万名游客将一起倒数迎接2009年 并在祈福树上留下对新年美好的祝福 在人工降雪营造出的浪漫雪景下 音乐盛典花车巡游等精彩的庆祝活动 将陆续登场 冬夜狂欢是北京为促进冬季旅游 打造的全新旅游项目 北京的主题公园将利用新年和春节两大节日 推出系列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为民众的冬季旅游提供更多的选择 截至期间出游是很多家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 记者发现今年无论是出镜游还是国内游 价格都比去年是下降了不少 记者从沈阳各大旅行社了解到 在出镜游方面 他们与各地旅游局 景区景点 航空公司 地接社等旅游上下游产业链紧密合作 共同让利促销 目前已经出炉的春节出镜游报价比以往便宜了不少 第一个因为它的汇率 地接费都降低 第二个航空公司也给我们一定优惠的机票 比如说东南亚 韩国和日本 今年的价格也比往年的春节低了很多 比如说东南亚 现在价格比往年低600到800元左右 那么日本大概是400500 韩国在300元左右 据介绍春节期间的出镜游产品 同比最大降幅在1000块钱左右 像港澳加新马太这样的连线产品 报价只有6200多元 欧洲三国 欧洲六国的报价则在13000元以下 另外 以反季节优势著称的澳大利亚 新西兰线路的报价也只有17500元 而国内游方面 尽管目前具体报价还未出炉 但是业内预计 春节期间相关产品的报价有望降三成左右 由中国气象局评审专家和社会公众投票 产生的2008年度 国内十大天气气候事件30号揭晓 他们分别是 一 历史罕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肆虐南方 二 十个台风登陆中国 登陆个数之多 时间之早 登陆比例之高 破历史记录 三 强台风凤凰袭击中国九省 四 黄河发生60年来最严重灵讯 五 长江中上游和淮河流域 发生严重暴雨洪浪灾害 六 上海八月遭遇超百年一遇暴雨袭击 七 十月西藏出现罕见雪灾 八 九月四川地震灾区 遭遇暴雨及滑坡泥石流袭击 九 南方地区出现1951年以来最强秋雨 十 东北华北等地发生严重冬春连汗 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据天津市天文学会介绍说 为了与地球自转时间保持一致 2008年12月31号将会有一个润秒 这一秒将在31号协调世界时 二十三时的最后一分钟内增加一秒 由于北京时间比世界时早八个小时 中国的这一秒将多在2009年1月1号 七时59分59秒之后 也就是说早上的八点钟将推迟一秒钟到来 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首台 和谐型六轴9600千瓦货运电力机车 29号在大连下线 该机车具有世界上单机功率最大 技术水平最高等特点 将作为中国蔚来铁路货运重载运输的主行机车 投入批量生产 今后凡乘坐国航航班 从广州 沈阳等国内25个城市 经北京中转世界各地的乘客 在始发站只需领取国际和国内登机牌 在北京不提取行李即可登机 墨高窟文物保护室上规模最大 设计面最广的综合性保护工厂 敦煌墨高窟保护利用工厂 30号破土东宫 工程包括保护利用设施 崖底加固 栈道改造等等 总投资2.61亿元 预计2011年完工 最近考古人员在世界文化遗产 河南安阳阴墟范围内的环北商城 发现距今约3000多年的商王朝工程 工程平面呈长方形 面积不小于41万平方米 工程城墙的基槽 以及基槽之上的墙体十分明显 团团圆圆到了台湾之后有点偏食 原来给他们预备的台湾的马竹不太合胃口 好在动物园后来发现了 台湾本土的建筑很符合熊猫的口味 可是因为建筑不能随便砍伐 现在原方正在积极地想办法 让团团圆圆吃上正宗的台湾菜 来看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 在阳明山上湿冷的天气形态下 有点类似四川 当然也生长了一种猫熊 最喜欢吃的植物 也就是建筑 细细长长的叶子 就长在小油坑和竹子湖附近 不可能因为团团圆圆来台挑食体重下降 原本公园的台湾马族似乎又不对他们的胃口 动物园做功课找资料 发现建筑才是猫熊的最爱 而分布最广离动物园最近的就是阳明山公园 曾经开放的是采建筑笋而已 你说要连竹子竹林这样砍给它吃的话 那是有问题的 法令上是有问题 我们大概下个月会请专家学者来会看 才能够决定能不能开放 但开放也只是采损的开放 金派世除了法律问题 也得顾虑到建筑本身的富裕 团团圆圆想要吃架杠的台菜 恐怕还是得请动物园 另外找地方想办法 最近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冰天雪地的巴劳地区 一名进行地质调查的勘测员 差点成了北极熊的圣诞大餐 而这一幕刚好被附近的一名摄影师拍了下来 巴劳地区在北极圈以北340英里 经常有北极熊出没 但是这名地质勘测员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 正收工回家的他竟然就和一头北极熊不期而遇 千军一发之际 他试图隐藏在一辆越野车的后面 以躲过北极熊的袭击 没想到北极熊静止朝他走过来 吓得勘测员拿越野车荡掩体 与北极熊玩起了捉迷藏 当时的场面十分惊险 双方的直线距离也不过两米左右 有几次北极熊差点将他扑倒在地 而他的后背和头部都被北极熊厚厚的手掌抓了上百下 如果不是他有严密防护措施的话 重伤在所难免 在杜苗如年的周旋之中 勘测员几次想打开车门进入越野车 谁知越野车门关得很严 他又没有太多的时间拉开车门 任何迟疑都会给北极熊